大家好,我是斯蒂芬 那么这门课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千万是Linux网络编程 在讲课之前呢 我先说一下我这门课要求 第一个需要熟悉Linux的一些基本操作 第二个是对C语言编程要比较熟悉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会写代码 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一起写代码 然后主要是编程的这个思路 然后呢 在这门课中 我们会一起学习到一些网络工具 网络分析工具 然后我们网络编程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网络编程 那么说到网络呢 我们做个现代化的人类 都应该知道 在古代 我想要跟我北京的朋友通信 比如说我写一封信 从广东寄到北京 那么呢 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到达那 有时候如果紧急的话 黄花菜都凉了 那么进程一点的通信呢 基本靠好 对不对 那么在近代的话 我们有了火车 有了汽车 这样我们的送信是不是就快很多了 两三天的时间 那么我们的现代化的通信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代化的通信 把时间已经压缩到了零点几秒之间 比如说我发个信息 或者是我用coco 或者是我用微信 零点几秒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那么这就是现代化的高速通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在刚刚说的这个例子中 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 我们其实两者之间通信 其实就是端与端之间进行通信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通常会提到一个概念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 那么他们是怎样通信的呢 我们把前面的过程浓缩一下 或者是总结一下 就是客户端与服务器端 中间建立了通信连接 比如说古代我们要有驿站是吧 有快码对吧 然后近代这个通信连接 它又是火车汽车等等 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光纜 我们现在是网线这些 那么是不是只有一个客户端 和一个服务器端进行通信呢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个网页 打开扭软器 我访问一个网页 我按下Enter键 这一个时刻 那是不是有可能 世界上 有上百万 或者是更多的用户 来同时 去访问 这是有可能的 同时去访问 那么 这个服务器 它就要接受这么多客户的访问 跟这么多客户端去沟通 那么我们 是不是 就看到了下面这幅图 我同一个服务器端 需要和这么多客户端去进行沟通 那么我们理解了这样一个通信的概念 就是端与端之间进行通信呢 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得遵守一个协议 就好比我跟我朋友聊天的话 那我说中国话 他如果说一些乱七八糟 我听不懂的语言的话 那是不是咱俩之间就没法沟通 所以呢 我们就又设计到了一个协议 它不是一个协议 它是一个协议组 叫TCPIP协议组 那么通常我们这个TCPIP协议组 是怎么工作的呢 这里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 局域网通信 那么 我们怎么组建局域网呢 就是我一台计算机 和另外一台计算机 用一个网线连起来 这样组成了一个局域网 那么 在这个局域网中 我们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怎么进行通信 看着我这个图 我还是举那个Web的逆子 就是我去访问网页的逆子 那么在我们的用户进程中呢 也就是我们的扭短器 它会输入一个网址 然后按下Enter键 那么 此时我们就会把这个请求 插入到我们的内核中 现在的操作系统都会有内核 然后都会带有这个TCPIP协议站 那么当我们的这个请求到了我们的内核中呢 进行了相关的处理之后 再就发到网络驱动程序上面 那么在我们的局域网中呢 就是我发送一个请求 到达内核 然后再到网络驱动程序 到网卡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网卡 然后再这样上去 那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 我的一个请求 在我发送请求的这一端 是向下的 从我用户进程到我的硬件设备 也就是网卡 它这个过程是向下的 我这个请求一步一步向下 到达我的网线上面 然后当我到达另外一台计算机上面的时候呢 它是向上的 也就是说先到网卡 然后再到我的内核的协议站 然后才会到我的用户进程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来看一下 我现在在 现在在我的这个局域网中 有一台主机 它的IP地址是192.168.1.108 那么我们在流浪器中通过输入IP地址 也是可以访问到我的web服务器的 实际上 我建入的3w.bidu.com 这个域名 它首先要做的工作 就是去找到我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 然后再去向这个IP地址 发送请求 那么在接下来的我们的Warshock抓捕工具中 我们会说到这个过程 当我按下Enter键 那么我这台主机 就会给我返回这样一个网页 那前提是 我的那个主机上面 是有这样一个服务器的 有这样一个用户的 一个服务器进程存在 所以呢 我现在这个客户端 牛能切 和我局域网中的另外一台主机 它就完成了这样一个通信 当我的网页反馈给我的时候 就完成了这样一个通信 好 我们继续 那我们的局域网中是这样通信的 那在我们的广运网中呢 这是一个广运网的TOP 那我们的首先肯定是有用户进程 我的牛软器 然后 有一台主机 就是我的计算机 是不是 有我的计算机 它支持TCP IP协议站 然后请求发送到这里了 那么它就会进入我的 局域网的路由器 那么它就会进入我局域网的路由器 然后呢 经过层层的路由器 再到达另外一个局域网 通常我们这个 在以太网中呢 是通过路由器 对我们的IP地址进行路由 通过不断的路由 然后到达我想要去的那个主机 就好比我在我北京的朋友 那么我想要跟他通信呢 基本上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打开QQ 发送一个信息 发送信息就会到达我内核的 协议站 然后再到我家里的主机 再到我家里的路由器 然后通过我路由器 然后通过层层路由 最后到达我的我朋友那里了 然后他又会去解析 IP地址等等 然后再到达服务器进程 那服务器进程 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他就会进一处理 处理我这个客户的请求 然后再给我返回一个结果 当然我服务器返回的结果 可能和我发送请求的 这个线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的客户进程 发送的请求 经过这个路由器 经过这个路由器 然后再到这个路由器 然后再到我的服务器进程 但是我服务器发挥的请求 有可能是到了这个路由器之后 还要经过这个路由器 还要经过这个路由器 然后再到达我的客户进程 我们的TCPIP协议站 允许在广域网上面 我发出去的包和我收回来的包 在不同的路径 我的路由器的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寻找最短路径 当然每个路由器 它的优化方法 它的协议不一样 可能它最终优化到的路径 就不一样 这是可能的 那么我们现在从客户端与端之间的联系 到达我现在广域网 在我的整个不同的局域网之间通信 说到这样一个 然后提到了一些客户进程 TCPIP协议站路由器等等这些概念 希望大家能理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工具 网络抓爆工具 Wallshark的使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网页 它的请求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 经过的那些过程 首先我们打开Wallshark 先选择网卡 然后开始 那么我只要点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网络上的这些报纹 就是我网卡上的报纹 我这个工具主要是去抓取 从网卡上发出去的报纹数据 发出去的这些包 数据包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现在回来 看我们的这个TCPIP协议站 那么 先说了 当我的客户发送请求之后 会到达内核 再到网卡驱动程序 那我现在的Wallshark工具 抓爆工具 它主要就是抓取这个以太网 以太网卡上面的这个数据报纹 它发出去的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呢 会提到一个四层模型 对于我们网络 整个网络协议的一个四层模型 在这边 首先是我们的应用层 也就是在我们的用户进程里面 实现的功能 然后是在内核里面 传输层和网络层 基本上现代化的操作系统呢 它都会把这个传输层和网络层 也就是TCPIP协议站 把它集成到内核里面去 然后再给我们提供一些接口 供我们应用层来使用 当它提供了给我们这些功能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调用它提供的这些接口呢 发送数据 到达网卡 再发出去 然后再回回来等等这些通信过程 那么再回来 当我按下Enter键那一刻发生了什么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Wernshark工具的一些基本使用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抓取IP地址为192.168.108.1.108的这个数据 那么我就会在这里 Felter这个过逆这里 这等于像我们的代码里面一样 有两个等于号 192.168.1.108 那么还要按开始 我们把流行器小 最小化一点 那么我按一下Enter键 它是不是就发送了这么多请求过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 目的地址和原地址和目的地址为108的网络报文 那我们现在停止一下 前面请求的分析 一直到这个报文请求的分析 我们在熟悉一些网络编程的基础知识之后 再进行分析 这里提一下 稍微提一下 就是TCP的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前面是握手 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协议号 这里的protocol是协议 协议号是http的这样一个请求 那你的这里后面的这里信息是get 这个斜杠 http斜杠1.1 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就是http协议 它是应用层的协议 基于我们的TCP 那么我们看这个软件 这个Warshock工具 它分三个部分 上面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网卡上面的实时的数据 在下面这一个部分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了某一个报文之后 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它在我们的传输层 在我们的网络层处理成什么样了之后 发往我们的网卡的 那么在我们的第二个部分是这些详细信息 那么我们的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 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十六进制 就是我们究竟传到网卡上面 网卡又发出去的数据是什么 网卡发出去的数据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点击这样一列 那他们就会可以看到在下面对应的这样 当然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第一个框框里面 双击 我们也可以打开 看到更加详细 看到详细的信息 如果你的屏幕大呢 你就可以 直接在这个框框里面看 在这个分三个部分这里看 如果不习惯呢 可以双击点开 那么我们这是过滤的108的IP地址 然后在牛奶器里面发送的是一个HTP请求 也就是去请求一个网页 然后呢 这个我的这个服务器进程呢 又给我返回了一个网页 那么这个请求的信息呢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我们还是从用户进程这边 从web客户这边先经过的TCP协议 然后再经过的IP协议 我们一层一层往下进行分析 那么我们的用户进程发送请求 首先肯定是我们的HTP协议 也就是在我们应用层的协议 经过我们的应用层 然后再到达我们的TCP 那么在这一层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这就是TCP的意思 然后在这个TCP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比如说圆端口 就是我这个用户进程的端口号是多少 然后我的目的端口 就是我那个服务器进程的端口号是多少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主要就是TCP的一些相关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二个窗口里面 点击的这一行之后 在下面对应的是有一部分数据的 也就是说 放网卡上面的数据 经过我们的TCP 是增加了这一部分数据的 这里主要是端口和原端口和目的端口 那当我们到了TCP 再到IP的时候是什么呢 到IP我们就点这里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也就是我们的IPv4 那这里呢 我们其实在很久之前呢 我们用的是IPv4 其实现在也在用IPv4 还有一个协议叫IPv6 在我们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去编写协议无关的代码 也就是说我们的程序 要支持IPv4和IPv6 对它进行相关的处理 这样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呢 IPv4又处理了什么呢 我们其实在这一行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原IP 还有一个目的IP 也就是说我请求的IP地址 是192.168.1.108 那么我们的原IP是.102 我们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我们的IP层 实际上就是给它加上了 我们的原IP和我们的目的IP地址 我们的详细信息呢 其实就是一些 像一些协议长度啊等等 我们的传输层用的是什么协议啊 也就是我们的TCP这一层用的什么协议啊 在这里我只用了TCP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因为我们整个协议战叫TCP IP 所以我挑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协议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放网卡上的数据 上面是不是还有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呢 这里又有一个SRC 后面这个叫什么呢 后面这个叫Mac机制 就相当于我们每台PC的一个物理机制 我们每台计算机的一个物理机制 这个是数据链动层上的东西 在我们的网络编程中呢 基本上不涉及到这一块 所以呢 这个就不假 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客户进程 经过了这一些 放以太网卡上面的数据 经过了我们的TCP IP 然后经过了我们的 这个仪台网 驱动等等 发出去的网卡数据就是这样子 那么回回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从108 也就是原IP是108 发往102的 然后他又给我们回来些什么呢 这里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的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基本信息 403 Forbidden 等等 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局域网中的一个工具的使用 我们这个工具的主要使用方法呢 就是通过这个Felter过拒 通过拒IP地址 过拒端口号 我们分析哪个部分 我们就过拒哪个部分 比如说我过拒原IP src等于192.168.1.108 原IP 注意这里是原IP 当我按下的时候 那么我在我的原IP这一栏全部都是192.198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去过拒一部分信息 过拒干扰我们分析网络报纹的一些信息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工具还有一些其他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我点开Felter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些过拒的一些条件 这里有TCPU你 IP address为多少等等 我们可以应用 比如说我们选择IP address 然后应用 这样它这里的一个条件就变成这样 通常我们可以在捕获报纹的时候去过拒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分析文件的时候 去进行过拒 分析文件通常是我们在 Ninux下面用TCP dump 去抓取到Ninux上的报纹 然后存入文件之后 在这里打开进行分析 那么这里的表达是 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 比如说我要过拒HTTP协议的 比如说我要过拒什么协议 什么协议 这个WareShark它支持很多协议 只要我在这里按一下协议 它就可以过拒其他协议的信息 当然所有网络报纹的信息 其实都是可以在这里过拒的 比如说我要过拒一个域名 HTTP.request.host等于3w.bidu.com 那么当我过拒了这一条信息之后 先启动 启动抓包 然后在我的网页里面 我输入3w.bidu.com 当我的请求发送到广域网 我的这个WareShark它就可以抓到 我发送的请求 我这个发送的请求是get 同样的我可以抓到这些信息 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过程中 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有些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在分析 我们TCP的三次握手 四次挥手的时候 可以用到 然后比如说TCP.connection.sym 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 然后我们在进行原始套节字 编程的时候 可以抓去网络上的报纹 看看我们组的协议对不对 等等 主要用法就是这么多 那么在我们不断的编程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都会用到这样一个工具 去进行分析 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掌握 那么说完了WareShark这个工具 我们就现在来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的编程环境 我们现在网络编程 只要是现在操作系统 它都会提供这样一些 就是在内核中 都会提供我们的TCPIP协议站 所以在我们的 嵌入式Linux里面 在我们的Linux里面 在我们的Linux发行版里面 在我们的Windows 在我们的Mac 等等这些操作系统里面 都会有这样一个网络功能 而且几乎我们用的 编程的方式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写一套代码 就可以拿到这么多地方去使用 只需要做稍微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Sentence 这个操作系统上面 编写的网络程序代码 我们想要在我们的 嵌入式Linux 或者是Mini2400 这样的一个开发版里面使用 那么只需要用我们的 交叉编译工具 ArmLinux GCC编译一下 然后就可以放到我们的 嵌入式Linux上面使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通常写代码 就会用到一些工具 比如说Source Insight 比如说VM 比如说CX-CIT等等 那么基础的介绍就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 然后了解我们网络编程的Snoo 我们网络编程的一些细节 然后再更深入的理解一些东西